日本是汽车强国 汽车产业是日本工业里永不坠落的太阳 占日本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的40% 占GDP的10% 然而随着电动车席卷汽车行业 日本这个汽车王国的地位可以说是摇摇欲坠 一个战略的错误 一个决定的当下 赌的是一个王国的未来 在电动车的这一局 日本几经盘算却压错保了 日本在新能源车的岔路上 既不想放弃燃油车的全球领先市场地位 又不想在电动车失去先发优势的状态 后起直追 于是选择了权力发展轻汽车 几乎把所有的堵住都投入到了轻汽车 结果是一翻两瞪眼 现在发现错了 当初不该放弃电动车 也已经太迟了 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丰田Toyota 在2022年一共卖出了1050万辆车 其中只有24000辆是电动车 相比之下 只卖电动车的特斯拉却卖出了130亿万辆 丰田公司创始人的孙子丰田张南 在今年的4月1号卸下社长职务 因为他知道 在电动车的世界里 自己无法带领丰田进行改变 丰田张南对电动车是有意见的 他说 碳才是敌人而不是内燃机 他热爱引擎车 对电动车也是十分的抗拒 丰田张南 心知肚明 消费者对日本车的印象停留在省油这个概念 一旦转型到新能源 日本车就会失去全部的优势 日本政府对新能源车市场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也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发布了配套政策 不过重点在发展混合动力汽车 而不是纯电动车 电动车的发展势头无可抵挡 日本的汽车销售量已经严重下滑 没有了汽车引擎的动力 日本的经济还能拉动吗 日本的汽车 日本的汽车 日本的汽车